安徽省日前印发通知 提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 各类单位结合自身实际 实施周末2.5天弹性作息制度 通知提出促进劳动节等假日旅游消费 并做好疫情防控 要求暂不开放旅游景区室内场所 景区日接待游客量 不得超过核定最大承载量的30%